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多内容江西文旅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文旅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文旅报道 中秋小长假期间 南昌安逸古村群 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体验 游客在欢度佳节的同时 感受了干派古村落的独特魅力 景区内围绕中秋主题 设置了精美的月亮球灯 以及活动路牌指引 结合节日特点 推出古风表演 吟诗互动 汉服游园 猜灯迷DIY月饼制作会等丰富的活动 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打造了多元消费新场景 安逸古村群在这几年 我们一直在打造 浮山浮水浮地浮井 这样一个浮文化的这种主题 也希望通过各种有趣的活动 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叹服爱好者 以及那些喜欢休闲娱乐的游客 到我们安逸古村来游玩 因为我在南昌嘛 刚好邀请家人一起过来 安逸古村这个氛围还是非常适合的 一家人的团聚 小气 我觉得各种活动也很丰富 就非常开心能在这里度过一次难忘的中秋节 古章树下 一场古与金的吟诗互动活动火热开展 扮演李白杜甫练员们与游客 一起点燃了全场的氛围 火欲乘风归去 入口球楼宇 不应有恨 何此行将别此言 性子而善就跟他们对了几手 感觉这个活动挺好的 特别是讲水雕沟头 当月人参久 千里共参久 就是团圆之意 作为中秋的传统活动 当然少不了猜灯迷 不少游客 携家带口 赶来现场 踊跃参与活动 迎娶各类精美小奖品 今天我们来到了安逸古村 参加了猜灯迷活动 然后小朋友还都在伴母堂 开不开心 开心 客人的开心 然后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据初步统计 中秋小长假期间 安逸县古村群文旅市场 接待游客量较往年同期 有显著增长 呈现出活力足 人期望的良好态势 出过我们的意料 比去年还是要好一些的 原来我们预计 肯定一天有个两三千人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数字 还是大大超过了 说明大家出游的欲望 还是很高的 在这里我也顾问大家 能够国庆 继续到安逸古村来 探服体验 各种精彩的NPC打卡 希望所有的游客 技术安逸不出去 中秋假期 上饶三星山风景区 也迎来了不少游客 其中一个由马来西亚游客 组成的境外旅游团 格外引人注目 他们对三星山的自然奇观 连连称赞 三星山以其独特的花岗岩峰林景观 壮丽的云海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闻名 马来西亚游客 在导游带领下 游览了老道拜月 观音赏曲 天门峰等景点 旅途中 大家对三星山的自然美景 赞不绝口 并体验了奢族等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 感受了中国传统节日的快乐 刚好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 到江西旅游 我觉得江西的江山特别好 特别美 也很激动 一路走上来空气蛮好的 我是第一次来三星山 第一次来江西 风景很好 今天风和日丽 天气才好 中秋节快乐 三星山风景区 在加大国际旅游推广的力度 全力拓展境外旅游市场的同时 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为国际游客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的旅游体验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三星山 因为三星山作为我们国内十五大 名山之一 我们三名水序之外 我们必须要来的一个景点 中秋佳节 景德镇陶阳里景区 开展了拜月 游赏 太平遥前祈福等传统民俗活动 让前来参观的游客耳目一新 晚上七点十分 陶阳里景区内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 十余名身着汉服的年轻人 在景区内向游客分发香囊和祈福彩带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七时十五分 在景区的龙珠阁前 传统的中秋半月仪式热闹上演 竟祭月酒 诵读祭文 上香祭拜 一套完整流程下来 让前来参观的游客 着实过了把瘾 弘扬了中华的传统文化 会让每一个人 对我们的历史有所了解 接着来到景德镇 不但看到陶器 接着对这样的历史 有更深刻的了解 尤其在中秋节的 这样的节日气氛当中 所以非常棒 首先我也很荣幸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然后这个是从古传承下来的 中秋季月活动 对于这一次活动 我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 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之前 就是可能在之前的阅历当中 生活当中是不了解的 参加过这次的活动之后 才发现原来季月仪式 还会有这么多的流程 确实就能感觉到 咱们的中华底蕴 确实比较丰富的 中秋拜月 是中国十分古老的习俗 除了拜月 烧太平遥 也是景德镇晚清 开始逐渐流行的一项祈福活动 咸丰年间 太平军来到景德镇 为此起工人谋生路 陶工们为了纪念太平军 每年8月15中秋夜 沿昌江河岸 用扎饼搭起一座座小遥 模拟烧遥活动 以纪念太平军 称之为烧太平遥 这项活动一直流传至今 在活动现场 游客纷纷将分发的愿望彩带 高高地挂在太平遥边上的树枝上 期盼美好生活 通过这个活动 就加深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理解 中国人对于中秋的一种执念 然后通过这种活动得到体现 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然后我们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还有仪式感 你看我今天穿汉服 其实我也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觉得特别跟景德镇这个城市 特别的融合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